富兰克林·罗斯福自传 二 走进正坛深处 四 作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朗读者有意 四 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天 经过生命的意外事件 经过两界州长的锻炼 我更加成熟 心态也更加的沉稳了 处理正事也更加的有见底了 我觉得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是时候放手一搏了 1932年1月23日 我正式宣布自己将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 不久之后 民主党内便有其他六名候选人 宣布加入这一角逐 上届竞选总统失利的爱尔弗雷德·斯密斯 众议院议长约翰·加纳 和前陆军部长牛顿·贝克 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经过漫长的投票过程之后 我凭借着945张选票的绝对优势 成为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结果出来的那一刻 我控制不住自己兴奋的情绪跳了起来 家人和我的工作伙伴为我的胜利欢呼 在被提名后 我决定打破由来已久的美国政治惯例 去向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提名演说 7月2日凌晨7时 我从阿尔巴尼乘坐一架三引擎飞机 往芝加哥 罗森曼 利诺和两个儿子 利汉德等一起前往 飞机因风袭击 在中途两次着陆并加油 我在机舱里紧张地整理着演讲稿 9个小时方抵达芝加哥 在法力 茉莉等人的簇拥下 我静止走上大会前台 双手扶住讲台 先让身体保持平衡 然后开始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除了会场的民主党代表之外 全国大约 一千万民众通过收音机 听到这次演说 我演讲的主题围绕着 公民最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话题展开 强调了和平之外 还需要经济稳定 演说中 我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情绪 用平时的语言 来讲述自己的规划 演说快结束的时候 我才变得激动起来 说 人类在经历各种劫难后 获得新生 并且会变得知识更渊博 情操更高尚 目标更纯洁 现在事风日下 是自私自利的时代 除了责备政府 我们也要检讨自己 那些被政府遗忘的人 期待着在我们的领导下 能更合理的对国家财富进行分配 乡村也好 城市也好 美国亿万公民都希望保持过去的生活方式 也希望继承过去的思想准则 人们的希望不会落空 也不应该落空 我向大家保证 我会执行新政 有利于每个公民的新政 让我们在场的每个人 都成为创建新秩序的倡导者 我需要大家的帮助 不只是选票 还要在恢复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战役中取得胜利 然而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我的竞选对手是现任总统胡佛 他再次被提名 为了排除外界对我身体和经历的各种非议 也为了让更多的人真正的认识我 我决定进行巡回旅行的树桩演说的竞选方法 1932年9月12日 有六节车厢组成的竞选专列 从奥尔巴尼使出 随行的有埃利诺和儿子吉米 利汉德小姐 莫利 法利 沃尔什 参议员基皮特曼 记者技术人员 保安人员 以及纽克俱乐部的成员 马 麦金泰尔等 竞选专列首先横穿北美大陆 抵达西海岸的旧金山 然后掉头到洛杉矶 西雅图 亚利桑那 新墨西哥 科罗拉多 内布拉斯加 伊阿华 伊利诺斯 底特律 最后我又去了南部的诸州 根据不同的地区的情况 制定了不同的演说主题 最后我做了一个统计 发现自己这次竞选行程 大约是1.3万英里 总共发表了16次长篇演说 和67次短篇演说 这个数字让我自己有些吃惊 但我认为重要的 不是我跋涉了多少英里 见过多少民众 发表过多少演说 而是通过身临其境的方式 去观察事物的本质 胡佛一连发表了9次重要演说 来推卸自己在经济危机中 所要承担的责任 攻击我提出的观点 可是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人们 已经对这位在任者 彻底丧失了信心 纷纷高呼他下台 最终我在48个州中 赢得了42个州的支持 获得了22815539张选票 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为总统 我紧紧的拥抱了 我的两位老朋友 豪和法利 他们为我的竞选竭尽全力 1932年11月8日 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天 我奋斗了22年的梦想 终于实现了 终于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 我相信联邦政府体制 也相信自己有能力 带领美国民众走出低谷 让这个国家 重新焕发出年轻的活力 终于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 终于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 终于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